大家好,我是白同学 很多人一听到道教的神仙体系就觉得迷糊 什么六丁六甲了,什么四肢公槽了 完全就搞不懂是干什么的 其实像如这些神仙才是整个道教体系中最忙的 基本上什么事都要找他们 虽然他们的神职非常低 但是日常需要处理的事物却很多 大神仙就相当于大老板 而他们才是真正的打工人 叫打工人好像也不太准确 应该叫打工神 在这众多打工神中最忙的恐怕就是律令 在很多引述作品中 我们都可以听到积极如律令这句话 这句话我们之前做过解析 大概它的意思就是事情紧急 请立即办理的意思 这句话通常作为一句咒语的结尾 用来传达紧急的旨意 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 这里面这个律令指的不是一种行为方式 而是一个神仙 在东晋时期干保的搜神记中 曾经记载过 律令 周末王时人 善走死为雷部之鬼 大体意思是律令是周朝人 生在周末王时期 这个律令跑起来非常快 死后道教就把他吸纳到雷部之中了 他在雷部之中就负责传递信息 里面提到的这个雷部之鬼 说的是鬼仙 而不是平常说的鬼 关于这个说法 在《师封路》中也有记载 其中记得 令 阴令 律令 雷部神明 善走 用之欲其诉 不管哪种说法都表明了 律令就是天庭雷部的一位神仙 这么看来 律令也是够忙的 天天跑来跑去的 你只要有道士做法 第一个要找的就是律令 他得负责传递信息 来回 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四肢公曹 也觉得头疼 这是个什么神仙 他负责什么 到底有几位呢 公曹这二字 在古代是一种官职的名字 他不是很大的官 就平常记一些事了什么的 职呢 职的就是职班的意思 四肢 敬礼 敬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